大家好,我是惠惠 红薯这个做法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试过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红薯清洗干净去皮 切成薄片 切的薄一点 更加容易蒸熟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 放的时候不要堆得太厚 放入锅里 大火蒸15分钟 把红薯蒸熟,蒸软 然后时间到给它打开看一下 用筷子能扎透就可以了 把它举出来 把红薯倒入大碗里 袍里的水不要倒进来 按压红薯泥压得细腻一些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普通面粉 和红薯泥搅拌均匀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像这种状态 加入热面团 粗略的揉成面团 给它放到案板上 再加面粉揉搓均匀 这一步一定要揉到位 充分的揉匀 成品效果才好 揉好之后 是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搓成长条 然后给它下大小筋子的小剂子 把每个小剂子再揉圆 取一个盘子 底部刷点油 防止粘连 把揉好的小剂子放进来 全部放进来之后 剂子上面也抹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 防止水分流逝的同时 还防止剂子粘在一起 盖上保鲜膜 送至15分钟 时间到 去一个剂子 封到案板上 用擀面杖擀成大薄柄 看一下这个厚度 大约是1毫米左右 在表面 抹一层食用油 防止粘的时候粘连 再轻轻的卷起来 中间成空心的卷 这样就可以了 一根根的都卷好 放入蒸屉里面 锅里提前把水烧开 放入锅里 开大火 蒸8分钟 时间到 打开盖子 趁热取出来 放入盘子里面撕开 看一下 抹过的油很轻松就撕开了 薄薄的 看一下 非常的好 筋道十足 直接吃也是非常的好吃 还可以卷菜卷肉 切成丝 炒着吃 也是非常的好吃 单单的红薯清香 味道非常不错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试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